9月1日 广东调频辅助服务市场正式运行 电力市场化建设又迎来新的重要里程碑 调频辅助服务主要为解决负荷侧的用电波动 通过发电机自动装置实时调整发电出力 维持电网频率在50赫兹 满足发电侧出力和用户侧负荷的实时平衡 其调节效果通过发电出力调整量来衡量 随着负荷的增长和新能源发电装机比重的快速增加 通过计划手段和调度指令要求发电企业提供调频等辅助服务的潜力和效果愈加有限 发电企业提供调频辅助服务激励不足 急需建立市场化的电力辅助服务新机制 引导和鼓励发电企业实施性能改造 辅助服务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 2018年9月1日广东调频辅助服务市场正式开始试运行 数据显示 在连续两年试运行期间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频率合格率100% 市场运行平稳 竞争充分 成效显著 截至8月底 广东机组平均调频性能指标约为开始前的2.4倍 调频市场累计收益约16亿元 正式投运调频储能装置的电厂共计8家 瞻能够参与调频市场的机组比例7% 同时多家电厂正在开展活储联合调频装置改造 广东调频辅助服务市南方区域首个进入市场化交易的辅助服务品种 采取日前报价 日内按小时集中竞价出清的方式 规则中引入了表征机组性能的收益因子 有助于优质的调频资源优先调用 激励市场成员提升调频服务质量 广东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经理林绍华介绍 广东调频辅助服务市场的建设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应用联合储能调频等新技术 积极改善机组调节性能 显著提高系统快速调节能力 同时 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培育了储能等电力行业新业态 促进了能源技术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下一阶段 南方电网公司将继续推进南方区域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建设 建立起计划加市场的跨省跨区交易模式 进一步丰富交易品种 增加交易方式 扩大交易范围 发挥好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 整合能源产业价值链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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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